来参严龙哥 哎你好 哎呀 我头一次 头一次接你的这个麦呀 我怎么跟你试啊 直接直接说 别磨叽啊 呃 到美国去开中餐馆 行不行 我有个朋友在美国 个大学门口 开中餐馆 没有房租 店是买的 开一年半赔三双美金 要不要让他给跟你讲讲 开中餐馆 你看行不行 因为我师父的话 去过北美 也去过南美 也去过西欧 东欧 他跟我讲 他说 你师父上过宇宙 不耽误他上美国赔钱 我就问你 就给你叫个这个人来 给你回答吧 不行 嗯 没有 因为他讲 他说国外的人 欧美的人 他说是很傻的 他说一个菜 可以吃一辈子 人傻钱多 一个菜可以吃一辈子 人傻钱还多 咱先说那个 我问你几个 你是刚刚参业的 是吧 那对 我的名字就是 我是做参业的 好 你是做参业的 问你几个专业领域的吧 因为刚才我说那小就我 我个大学门口开饭店 开一年半 房子买的没房租 守大学门口开饭店 一年半我能赔30万美金 货货 就是 作为一个失败的人 我有失败的经验 我问问你 就是 人口基数对于餐饮来讲 是什么概念 人口基数对餐饮 嗯 它的需求度吧 嗯 行 就咱就当就当是吧 就是 也就是说这个附近 得有人数多 上你这饭店的人才可能 水涨船高嘛 对不对 体量 体量 对 对 那你作为一个后来者 首先 咱们先这么说 你要在国内 咱说你开个川菜 开个香菜 辣的嘛 对不对 辣的他就具备选择性 有人不吃辣 他就不来 对不对 等于你的潜在的受众群体 是有一定基础 你到哪个城市开 都是数以百万级的 这个用户群体 没错吧 啊 对 好 那你知道你在美国开 你的异项城市周边 有多少用户群体 嗯 这个我需要到当地 进行一个市场调查 好 有效覆盖范围能多少 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对美国不是特别熟悉 我知道 就是有效覆盖范围 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 比如说温举 很简单 有效范围的话 如果开社区店的话 一般是周边两到五公里 范围之类 好 在美国多远 你觉得 所以我求 我请教一下 你因为我 我搞你一样 一样 还是两到五公里 但是吧 但是吧 你到美国去 这两到五公里 里面住的人 可能只有国内 百分之一 甚至十分之一 那么多的人 哦 就是大家总不能说 我从我从那哪 我从朝阳区 我说我在北京 我朝阳区 我朝阳区开到火线去吃吃饭去 那不行吧 哦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 你的覆盖范围 因为美国这个地广人稀 是是你不用去 你就知道的 美国的人口基数 也是你不用去 你就知道了 没错吧 然后再加上 你想吧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区域 你在国内 你说我假设说 我在有效的技术里面 一百个人里面 有五十个人会吃辣 甚至半数以上会吃辣 六十个人吃辣 然后呢 这些人吃辣的人 在我消费的水平 就是我这个消费水平 客单价 比如说五十一位 三十一位 我能能接受 我这个客单价 大概只剩三十人 然后这三十人 能上我这店里面来吃 就是我的 我的覆盖范围 能能整到人家 而且他能回头客 叫回头周期 什么叫回头周期 就我今天来吃吧 下次想吃的是什么时候 如果说你只做一百个人的生意 他如果天天都想吃 其实你买卖也不差 没错吧 但是他回头周期有多久 如果说只是尝个新鲜 比如说你在国内 你也看过什么 什么那个越南 越南粉 对吧 你大概多久会吃一回 一年不吃一回 你也不行 这就是你 你这个客户 对于越南粉的回头周期 你在美国开 你去给老外吃 不管什么菜系 回头周期 我跟你讲 对你来讲都是致命的 就为什么美国开店 只有在旅游景点周边开 才有可能活得下去 但是活不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量太大呀 或者价格 价格就要太高 或者是人家干脆 你谈不上这种旅游团 带过来的客人 你谈不上 你要想做那种大汪红的饭菜 你味就上不去 味上不去 也没有 没有个好的评价 做着做着 人家就不来 新开店 人家全都新的 所以说你在美国做餐饮 什么来讲 我可以这么说 看你的档次 有没有成功的 有成功的 就是什么 老外也爱吃 中国人也爱吃 哪国人看了都爱吃的 你比如说 我家周边就有 在路上 那个牛武士 那牛武士做和牛的 整个大河拿过来 框框 给人冒干冰的气 牛肉给你用的 确实也是牛逼 一百美道一味 吃自助 当然有一些顶尖的 和牛是限量的 这种一天 据可靠消息 一天营业额 三四万美金 一个月的营业额过百万 这是你说 怎么算 它都是能挣钱的 你多大体量 你多大规模 然后你在哪开 周边 多少用户群体 你要投多钱 这是重点 对 这是我需要去考虑到的 然后的话 因为我没出过国 在 我是湖南人 然后的话 我是香月菜 这一块 我开的店的话 都是做香月菜 中高端餐饮 然后去美国 如果中高端餐饮 你到美国就做小的 就做小的 就不卖外卖店去 投的越大 赔的越惨 因为你做这个东西 可以这么说 老外 你如果做的香月菜 老外是不吃的 老外回头周期 对你来讲 是致命的 他回头那一次 三月以后回头 你指他们 八百人指都也没用 不回来 养不活你 我也了解过 他们老美人 欧美人是喜欢吃糖 吃甜食 这一块比较多 行 这个相当于 你别这么揣测 我告诉你 这容易给你自己 我没有去现场 去考察过 就没有发言权 不是不是考察过 你既然问我了 我会给你有用的资料吗 我告诉你 当你考虑说 老外是喜欢吃甜食的时候 老外对辣一样是感兴趣的 当你觉得老外愿意吃甜食 你想把国内的甜的菜 甜口菜 全都整理出来的时候 这就是属于盲目的孤注一掷 我告诉你 那你这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 咱俩是印度人 咱俩现在一人顶个 头上顶个大包 咱俩都光榜了 咱俩我净味 咱俩现在跟着研究 说咱俩不行 在中国开个店去吧 听说中国人都吃辣的 好好吃点子来味的 烧烤味的 咱俩明天整点 这个老马沙拉 西乎的 整西乎的 我做黄马沙拉 你做黑马沙拉 完了咱俩 我做辣味的 你做烧烤味的 咱俩是明天上 上中国开个饭店 整两桶大酱缸 来人你拿饭 勺咬的 你就他低了个老饭板 你胖大勺的往上一甩 他那边整碗饭 咱俩肯定能挣钱 你现在咱俩现在讨论上 美国挣钱 就跟这俩印度人 是一模一样的 能听懂吗 行 感谢 好吧 你去研究研究 好 有没有挣钱的中国餐饮 在外面是有的 是有的 确实是一个道理 哥们 我就这么跟你讲 你们知道一只 一只完整的牛啊 当然我不吃啊 一只完整的炸牛啊 淋上酱料 你们可能有人爱吃的是 现在都出画面了啊 香菜末 小米辣 蒜末 淋上生抽 加上生抽 加上手油 来点葱丝 热油一泼 整个一碗的料 下面是砸的焦香酥脆 牛蛙上的焦盐的 啪 把这小料往上一倒 你小蛙腿一掰下来 你可能觉得挺好吃的 你再要说给老外 老外就摆在牌里面 看这个牛蛙的时候 会有种什么感觉呢 嗯 天哪 我的朋友 看起来好像一个 没有尸体的 没有头的尸体 明白吗 我现在也要给你 我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